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约早于欧洲一百多年 花生被人们誉为是植物肉 可见它的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 这个花生它富含有助于肝脏运行的氮氨酸和B组维生素 而且它的含有量高达50% 品质优良 气味清香 除了供食用外 还可以把它具有了很高的营养价值 养生价值 适用于营养不良 乳质缺少的人群来食用 花生还丰富的脂肪和蛋白质 并含有硫氨素等多种维生素 矿物质含量也很丰富 特别是含有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对我们的老细胞的发育 增强气益有帮助 另外它的花生壳就是它的外皮 对酒壳气垂 壳碳带血有帮助 花生可以生枝也可以炒熟了吃 还可以把它榨成油来供我们食用 在山东一带主要食用花生油 我们也常常把生花生加一点醋 把它泡一个星期过后拿来凉拌吃 这样对我们的血管有保护作用 这样带泥土的这种花生 生花生最好吃 因此我们平常可以吃一点花生 对我们的养生是有帮助的 朋友 你喜欢吃花生吗 好了 朋友们 你还知道花生还有哪些养生作用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评论留言 感谢你的收看 还没关注我的朋友呢 记得连一下关注 我是农民 也是你的营养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